我们三十分钟的计时已经开始了 那这是什么米 什么 一定要吃糯米 糯米啊 那糯米里面有什么肉 我自己用手剁的碎肉 然后加上马蹄 去猪肉 没有什么典故的 因为我有小孩子 那我想让他可以吃到不同的蔬菜 所以我就会变着法子去让他们喜欢 那等一下是拿去蒸的 不需要很多的调味料 那可以先可以吃得健康 它看起来像一颗颗白色的珍珠一样 所以我就叫它珍珠丸子 很漂亮 形态很漂亮 而且这些芫荽和蔬菜配搭得很好 口感也很好 很容易入口 而且比较爽脆 里面有一粒粒的食材是非常淡的 这些芫荽和蔬菜配搭得很好 这些芫荽和蔬菜配搭得很好 这些芫荽和蔬菜配搭得很好